历史世界平道 平壤、原山战役是联合国军为统一整个朝鲜半岛而进行之军事行动 此战役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兵朝鲜半岛 1950年9月28日 联合国军攻占汉城、金首尔后 美国政府授权联合国军总司令到格拉斯·麦克阿瑟绿军越过三八线 消灭北韩人民军及攻占整个朝鲜半岛 于是,麦克阿瑟制定如下计划 一、由沃尔顿·沃克陆军中将指挥之美国第八军团严开成 沙里苑以线向西北方向进攻 目标指向平壤 二、由尼德·阿尔蒙德陆军中将指挥 由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第十军X Corps 在东岸的原山登陆 三、之后 两支部队沿东西两线实施夹击 会合后封闭半岛 从而切断北韩人民军的退路 之后向定州一宁远一新南以线推进 四、美军第三步兵师则留在后面 守卫元山、新南、咸兴地区 当时联合国军的总人数已经超过四十万人 各种飞机一千多架 军舰共三百多艘 其中第一线的兵力就有四个军 十个步兵及机械化师、L个步兵旅及L个空降团 共十万人 之后向压绿江边的满谱推进 防守之朝鲜人民军沿三八线 只有不足两个师之兵力防守 加上新成立支部队只有九万多人 10月1日 大韩民国国军第三师越过三八线 该日因此被定为南韩国军日 向元山推进 于10月3日攻占襄阳郡继续北进 10月11日 第三师攻占元山 但朝鲜军在撤退前在港口布满水雷 直至10月26日 海军才得以在元山港敌人布设的 两千枚水雷中间开辟出一条通道 于是 美国第一海军陆战师实施了 非战斗登陆 一级未遭抵抗的登陆 另外 美军第七步兵师最初计划 即陆战队之后在元山登陆 后来改为在元山以北约150英里处的立元登陆 10月29日在那里登陆后 继续向压绿江边的惠山市推进 这样 韩国地欧军团开赴北方 去夺取北朝鲜重要的工业区 新南 威星联合企业所在地 在西海岸10月2日 麦克阿瑟命令美军越过三八线 10月7日 美国第八军团向开城推进 朝鲜人民军全力抵抗 令第八军团前进受阻 直至10月15日 联合国军加快推进 朝鲜人民军抵抗转弱 10月17日 麦克阿瑟指示以满洲边界线以南40-60英里左右的一条线作为新的最终目标 10月19日 美军攻占平壤 10月20日 美军第187空降团在平壤以北支宿川各顺川地区空降 切断朝鲜人民军之退路 结果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 令中国出兵朝鲜半岛 令韩战转位长期战争 感谢收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立即加入我们的脸书社群一起讨论历史 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